昨天你是民族的希望 今天你是中国的荣光 昨天你是民族的希望 今天你是中国的荣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部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迹》 不仅让西方人开始了解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也让中国人知道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 1936年斯诺秘密到达延安 成为进入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在历时四个多月的采访中 他不仅记录下对中共领袖们的采访 还记下了对一大批中共将领的最初印象 他把姚公出身的徐海东大将称之为中国的罗宾汉 这是徐大将家留下的唯一的遗物 蒋介石不仅杀了徐家大小38口人 甚至连这张桌子腿也被砍了三刀 我们这个木就是我们家的木 或者火的木 火的在一起的木 这个木整个买的人十一块 十一块 这是当个名十百分钟 我还是学很小 大革命失败的时候 失败的时候我的家人都是最残酷的 一点死很多人 你看那个死我这个人死的人 是哪些地方死的呢 李川县 那时候有个李川县 李川县的话 马家人热酒人的包 我死的死的 强壁的 在这个演火的演火 我的二爪也是强壁的 在我的四十时候 徐海东得知这些消息后 曾指天发誓 大仇不报 事不还乡 1936年 他一定要思诺记下这样一段话 蒋介石一共杀了我家三十八口人 就是有个爹爹的 在我的药上 个四方烫的 用提的水都行暗色的 提的水都行暗色的 把你们的大海药 屋里都去 然后东西通的都去 也都是国民党 那时候 叫做什么 灵坛 灵坛 那时候那一句开始 在建县 建县县 所以我这就是 在屋里 所有人收到那一块里 所以我那天 我走路回来 说 把我回来呀 改房了 那时候我走路回来 说你去走 你去改房了 徐向前元帅 以流血光荣四个字 告慰徐家在天英明 而徐海东大将 则以自己最初的人生轨迹 招事后人 他们原本是 憨厚老师的名领 他们只是在身负家仇 与山穷水尽之际 才被逼上梁山 逃生革命 为什么要打护雨林 就是要找出路 那时候 生活 整个社会 灯烂 那是军阀奋战 到时候这种的社会 也很不安定 人民贫困 都是高地带 高地走 这是保护小圈 那时候 后来吃的很困难 但是我讲的 都是接了 他六年级 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去世以后 就失觉了 不能再读书了 以后要自食去理 就要找出路这来 我母亲呢 这样发生病子 我们就端着发生病子 到街上去搅卖 从江一来的时候 家里就是 这个 读书没读啊 学徒没学徒要好 这个 就叫买了一天 跑到外头去 也买不了几个钱 就在这个时候 红军呢 就到了我们那个家乡 那么 革命的道理 就传到我们这个家里头 传到家里头 整个村子就去了闹革命 我们这些人参加革命呢 并不是 懂得很多革命道理 才革命的 我们就是毛主席讲的 穷在死边要革命 是的 他们当初寻求的 只是生存和温饱的希望 后来才在希望的驱使下 找到了崇高的理想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 想到要当将军 他们投身革命的最初一步 并不是他们选择了革命 而是生存替他们决定了一切 今天 当我们沿着革命老区的公路 走进一个个山村 靠近一步久远的历史时 我们仍可以找到当年 一颗颗匠心升空的轨迹 这一带叫城马港 从这里就出了一名大将 三名上将 三名中将和六名少将 一共出了十三名将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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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十三名将军 十三名将军同一个住乡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走出这些小山村的 补救 什么 现在的生活可以维持 但是他不该起老板饭 休 tempor 我现在的品阶啊 还是吃品 是不是 所以这个 15天万物级的人 只有参加共产党的 最有数字之类 现在是男人大 允许了欧盟的不满 不久前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关系重新紧张 欧盟认为这是个大好时机 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 又促使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 决心邀请欧盟充当中东和平调解者 正所谓一拍即合 欧盟随即在都布林的首脑会议上决定 派遣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外长斯普林 前往中东 法国也派出外长德沙雷特 但是都遭到了以色列的冷遇 美国则直接写信要求法国 不要在中东问题上引人注目 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调整了中东政策 在西布伦 耶路撒冷 以及哥兰高地等问题上 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要求 同时 希拉克总统决定亲自出访中东 向美国和以色列表明 欧盟和法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决心 同时也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回敬美国 向非洲法语区扩展的作用 舆论认为 在法国的推动下 欧盟在诸如北约改革和东扩等许多问题上 正在发出欧洲的声音 在中东事务上也不例外 在此 我们套用一下法国人的说法 不论非洲还是中东 都不应被看作是任何国家的私有领地 下面请看简讯 俄联邦总统叶利钦 24号在莫斯科 北约 打赏 杨栋 博